您好,欢迎您和我们一起关心台电的消息 竹水草而居是游牧民族的宿命 而竹工程而居是山中水牛的宿命 台电这群新建水利电厂的工程人员 吃、住都在深山峻岭中 简陋的生活环境和严苛的体力考验 让他们养成了吃苦耐劳的水牛性格 如果你还没有看过山中水牛的特辑 那么今天你一定不能错过山中水牛的精华片 一探这群没有声音默默耕耘的幕后工程 万物有灵,敬仰天地,是游牧民族的信仰 天地为家,共生共荣,是他们生存基本条件 他们漂泊在广袤的大地,开辟洪荒 磨练出票汉的个性 他们是一群逐工程而居的民族 离乡背景四处迁移 只为打造台湾光明前景 他们是台电的山中水牛 我一直到目前为止,我很享受我的工作 每一次的接受这个任务都觉得自己一个挑战 所以呢,我不管在目前做的这个青山附建工程 在前一个工程我们的万松 在前一个我们的和平壁孩 在之前的新天人基本上都很享受这个在工作中努力的一些成果 我每一次都以这样来期许 就是跟我的同仁一直来期许说 任何一个一盏在台湾街角 绽放光明的这个灵灯也好 都有你我我们贡献的地方 对一个水力发电的这个从业人员 包括我来讲 我跟我们的团队成员每一个都这样期许 我们自我期许为一个水力发电工程的工程战士 工程战士理所当然就是追逐战场 我们不要受限 不会我们不受限于哪一个现场 我们随时追逐我们的战场 那有型战场就是目前看得到的 任何一个水力发电要展开的 受到九二一地震及七二水灾的影响 青山电厂 古关电厂接连遭到重创 吸水夹带淤泥 土石灌进厂房 电力设备遭到严重破坏 那么在中恒台八线43K出现了大规模的摊坊 在台中和平区的青山电厂 传出有两百多名工人和包商受困 而这些工人都是在中恒公路附近 施做隧道和缆线工程 那么因为工程就会 听说工地那个下相当大的雨 那个人脸全部撤退 有些部分人还被困在那个工区里面 因为路段掉他出不来 那个不是只有影响我们工区 那个整个古关对外的交通跟东西这一段 大概有30公里的那个道路全部都 等于是说那个道路受损得相当严重 车辆都无法通行 从东西进来都是要靠那个 等于是说大家都 等于是好像是冒险一样 从东西要踏看这个道路受损的情况 他们是组成一个团队这样 这样走进来里面 看看路方的情形 整个大甲溪都已经沿到那个里面 我们在古关分厂 附建技巧良好以后 就开始准备从事这个青山分厂的附建工作 那首先我们要把整个厂房里面的积水 全部抽出 那我们把积水抽出 里面的印尼有些是高达一公尺以上的印尼 所以是里面是真的是惨不忍睹 而且那里面的 刚刚到里面去 整个那个味道 还有一些油污 那个味道是相当燃热 那个施工真的也是相当辛苦 有绑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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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生必老而且是严血生年 根本什么都像蛮床一样 什么都重新开始 我们的设备 因为台湾县跟台湾甲县的道路宽度 还有它的高度 并不是跟一般公路不能相比 它的高度超过3.7公尺就没办法运输 宽度大概超过3.7公尺也就运不进来 所以我们把很多重要的设备 就分成好几个分块 然后把它运到工地来 那这么多的分块把它运进来以后 我们还要把这一些接红把它电探起来 电探整个成为一体 那发电机也是一样 将来发电机 我想如果没有台电 他们现在在青山这个工程 还有他们的复建工程的话 我想只要遇到天灾 道路一中断 居民的唯一的道路可能就跟着中断 因为这是一条我们唯一的道路 我们很希望说这一条道路 都可以全年都可以保持它的畅动性 我是非常感谢台电公司 在我们地方上的付出 私底下 这不是没有录音的吗 没有 没关系 我们不会剪进去 做这个工程 做学历工程 我做30几年 是因为考试 是进入公司 然后分到这里 我才做 然后为了生活 那其他我们也去想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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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才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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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新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 我才做的 我才做的